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十岁的伤者送往临近大学的复射医院急救 两人伤势相当严重 令人压抑的是枪手是十八岁的高中生罗穆斯 他持一把来福枪和一把手枪闯入校园滥射 凶手本人则被赶到现场的远警击毙 由于凶手疑似 目前德州警方正深入调查他的背景 已厘清他为何会对老师和学童下毒手 华视新闻综合不到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